来各位观众我们来关战一下目前国服S1的强尸 有一说一我 其实蛮喜欢看强尸的 因为强尸这个角色呢 真的非常需要操作 而我呢又操作不起来 哟遇到的是伊雷娜 我们国服这几个顶尖的雕刻家 每次我关战的时候 他们都结果不是特别好 不知道为什么 这把的话看一下 条乡先知咒术家佣兵 这个阵容打雕刻家能打 但是也没什么优势 阵容上面来讲 这套阵容在这张地图打雕刻家是 没什么优势的 就一旦雕刻家节奏起来了 这套阵容无力回天 无力回天 甚至有的时候连宝瓶都保不了 上来抓个咒术师 这边的话 预判夹夹到第一下 交互夹呢 在这种顶尖的雕刻家面前 基本上只要你走了 就避重 这个真的是实话 你们不信 哎呦我去 这取消了个插刀 哎呦我去 完了呀 地下室 犹豫了一下 这波不挂地下室 这个人憋有一波坏心思 什么呢 他挂地下室 怕穷者卖掉 因为这波如果穷者选择卖掉 你别说 外面有鸟 有香水 他又没有二阶 秒不了人 这波卖掉雕刻家 迎面不高的 他想要让人来救 你们来救 我才有存在感 我才能到二阶 这个就是富贵 险中 球 呃 伤害打的不够多 这边伤害打的不够多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再能多打一道佣兵的话 就更好了 但这个东西如果你打一刀佣兵 又没有把佣兵击倒 佣兵这边将宙师救下来 这三层大孤呢 有可能这宙师能二六 现在的话 这边通过打一个薄命宙术师 把自己刷成了二阶 好了 这个时候难题就交给穷者了 为什么呢 你们要面对一个二阶宙术师 现在又没有薄命 又没有鸟 我想请问一下 要不要为了这三层孤 来拼搏一把 来给到国服S1调师 现在调师这边 已经吃到了一层 雕像伤害了 佣兵过来 来一个护壁跳 这边四个雕像 走位 走位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漂亮 走位不错 走位不错 但是如果说出现 震慑的话 可以 那这边一个三层孤胶 但雕刻家手里面有闪现 应该直接闪过去了 闪过去之后 这边咒术师 哎哟 这个孤吸不出来 那这个局势挂飞 一个再挂一个 外面差了70%的密码机 所以调师这里 调师这里 得抗住 雕刻家的话 这边底牌千人传送 投个坟场 想看一眼 但投个在这坟场 位置不太好 被树给遮到了 呃 他其实是可以 先看一下外面的密码机 然后这边 管一下这个强师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你不去抓这个强师 说实话 你外面的人找不到 中间逛街 强师会蹭这边的密码机的 就这个强师 你不抓他就站在二楼 他就压着这个点 所以你只能抓 强师这边香水一拉 好的 那这边雕刻家 这个呢 确实是个蛮尴尬的经历 我们上第一点来看 你抓这个强师吧 抓不到 对吧 你不抓他吧 这边他修你机子 香水再放 好 再往下那么一波 傭兵现在选择翻箱子 先知的机子已经修到了七成 这里如果说能击倒调师的话 有一波地下室 这波有一波地下室 交互夹 有没有 没有 刚好调师这边的话 一个翻窗加速绕开了 还有一瓶香水 好的 击倒 但这波击倒的话 距离上面来讲比较远了 傭兵的话 这边摸根针 把自己扎满 密码机压好 先知去救人 傭兵的话 去补机子 去压机 看先知这边啊 他能不能排到先知的位置 傭兵来救 傭兵来救一点不好 这傭兵只有一个护臂 这一个护臂 这一个护臂 这个是个交自起啊 先知来救 其实我觉得会好一点 反正机子压好了 这样先知来救 还能够去压一波 密码机 不 吸一只鸟 然后傭兵的话 那边离门也近 这里的话选择追傭兵 因为知道傭兵是个交自起 傭兵一个护臂跳开 还好 这拨护臂 还可以 门的话39 船了 船了这边先知落地直接 交飞轮吗 有没有 没有 交出来的话 再想一想 有没有机会 得让 傭兵去点门 强势过来压 雕刻家这边的话 应该是投粉厂 压门 管门 要死 这直接给抬了 这傭兵 这边的门开不了 开不了 哎呦我去 调尸这边的话 好像耳鸣已经被排到了 调尸这边耳鸣被排到的话 他投一波 交一波雕像 找到调尸 完成四抓 漂亮 这局确实没什么办法 前期节奏太好了 前期节奏太好了 如果说当时让傭兵压机 调整一下会不会更好 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因为如果让傭兵压机 当时去抓十二先知 这先知也有可能 倒的会比傭兵更快 因为傭兵至少有个互币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